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讲到圣灵的恩赐 三位一体的真神 通过圣灵把各样的礼物给我们 那些礼物是为着造就人的 那些礼物是使人得帮助的 有一些礼物使别人得帮助 也有一些礼物是使自己得帮助 所以说一言是造就教会 使别人得帮助 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使我得帮助 因此都要 都是很宝贝的 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渴慕的 接下来呢 刚才讲到的是 对教会里面的教导 一些真理的教导的时候 那真理的教导 它有一些运用的原则 所以在真理的教导里面 你再站起来 在教会里面讲到 如果我讲的都是别人听不懂的 我突然就 比如说 我到美国去讲道 我用中文讲 台下人都听不懂 所以就要有人翻译嘛 没有人翻译 我在那里一直讲中文 台下的一些人听得不上 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 做了一个钟头之后 大家有什么帮助呢 因为完全不知道 所以要翻 因此如果在教会里面 是教导 是传讲信息 如果我在那里讲方言 上帝我是对得住 说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 所以要有翻方言 但是接下来 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讲祷告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是人跟神说话 你祷告的时候 一直在听旁边人讲嘛 那很奇怪 他祷告什么关你什么事 那是他跟神之间的说话 除非是公道 我在带大家一起祷告 所以弟兄怎么要说阿门 因为他们跟我同心说 对对对对 现在虽然是寇少恩在祷告 但是我也说阿门 是的 这也是我的祷告 所以他要听得懂 不然他怎么阿门嘛 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接下来他讲的是祷告 而在祷告里面有两方面 他说我要用我的灵祷告 灵祷指的是方言的祷告 也要用我的悟性祷告 所以灵的祷告 悟性的祷告都需要的 在祷告里面 你可以有方言的祷告 在祷告里面 你可以有悟性的祷告 那你说我用方言祷告 为什么要翻出来呢 因为方言的祷告是对神 祷告是对神说的 所以求主神帮助我们 我再说 但是如果你的方言祷告 是带大家一起祷告 那恐怕就需要翻出来了 同样的就像我刚才 用英文来举例一样 现在我们今天散会的时候 请公司做结束祷告 带大家一起祷告 然后我站起来 我突然用广东话讲 我突然用英文讲 我突然用客家话讲 台下的人都听不懂 那怎么办呢 所以要有人替我翻译 因此如果我的对象 是带着大家一起的 就要翻译出来 如果我是对神说的 主知道我 主知道我说些什么 主知道我的心 因为我在说 方言 说方言的是向着主说 方言的祷告 是向着主祷告 主知道 但是如果是要 大家听得懂的 那就需要翻出来 这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吗 求主帮助我们 在聚会当中 如果是教导 要大家听得懂 就要翻出来 我个人向主祷告 我不需要翻给你听 我的祷告 为什么要让你 明白说些什么呢 除非是公道 抓到属灵的原则 我们就不会混乱 这些地方是破坏的原则 意味着 有利 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